各位在FB線上的一些同業大家早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 就是我們雜誌社三月份的那個人物裝訪 前國泰動物院的張院長 因為今天主要目的就是說來採訪 有關在去年12月底發生一些在一些雜誌 誹謗張院長有一些事物 但是我們原先在網路也查到一個專門的VBS站 他一般的評價是蠻不錯的 為什麼經營二十多年造成這次的一些蠻重大的打擊 我們是實地來採訪 還有張院長來稍微向大家解說這次的事件實力 他的來龍氣慢 現在我們就請張院長來說明這些 從頭到尾的一些事情發生的源頭 現在我們請張院長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同業壽醫師 大家好 你好 就是說這次 這次的這個 這次的這個事件 主要是說 因為就是說我們內部員工啊 本身不合 然後加上我本人也都是上夜間急診 然後白天的這個管理 還有員工之間的溝通就出了問題 那因為就是說 這次這個血犬的事件 這次這個血犬事件主要就是說 我們這個有的問題是我們自己自己的人製造出來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是有意的設局還是無意的疏失 我們就姑且不論啦 總而言之就是說 今天這個血犬的這個抽血的問題 並不是院方排給他的抽的量 而是他們自己白天的工作人員 自己的不知道有意還無意的一個錯誤 然後呢 這些錯誤又被他們放大 放大到媒體去說是 我們是故意這樣惡意的虐待動物 但事實上與事實根本就不符 一事實都不符 那至於飼養這些犬隻呢 我們也請了五六個人去照顧 也都是給他們吹冷氣的 那當然晚上睡覺的時候是要用籠子關的 不然他們會互相會打架會互搖 那白天的話也是交給這些日間的工作人員 要他們去就是說去帶這個狗去活動啊 去跑跑走走啊 那今天問題是出在於說 在指責醫院的人 就是我們醫院請的飼養者或是助理或是醫師 所以說變成說外界都被誤導了 都是被誤導了 這就好像說 今天我們 假如我們是開一個餐廳的 那今天是廚師 或者是他自己的工作人員 那他在餐廳裡面可能 如果說這個有什麼 自己放了一些不好的東西到他的菜裡 可能是髒東西還什麼的 然後再來檢舉說 你的東西不乾淨 那當然會不乾淨啊 因為今天搞鬼的就是自己人嘛 那在這件事之前呢 就是說說給大家就是了解一下 就是說在這件事之前 我們醫生就有醫生還是助理 就有看到我們的藥品太久沒用就過期了 過期的話 我們的員工應該就要把他丟垃圾桶才對嘛 對不對 但是這些員工 某一部分人結果他是把他拍了照 然後再把他放回冰箱 這明顯的就是說失職嘛 因為他看到這個過期應該要丟掉 結果他把他拍了照放回冰箱 然後再把他拍了照 去送去動保處檢舉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啦 那這個醫院 這個工作上當然是被 一定是完蛋了嘛 因為這個是 該做事的人去搞 搞鬼的啦 那基本上這次的狀況 大概粗略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在那個網路搜尋 有搜尋一篇就是說 我們想要請問張院長就是說 後來那個這個事件之後 那個動保次有來開罰26萬5千 有嗎 有這回事嗎 是 他是以什麼角度說要來開罰 是 這個開罰26萬5千 並不是虐待動物 而是因為我們院內養的這些 捐血狗狗 我們院內沒有幫他做捷育的手術 有一部分沒有做捷育手術 所以針對沒有做捷育手術來做開罰 並不是說虐待動物 並不是虐待動物 並不是虐待動物 而且就是說 其中有一次白天的工作人員 有罰了大概1萬多塊 主要25萬是沒有做捷育手術 並不是虐待動物 現在就是說 工作人員的無意或有意的疏失 被放大成好像是例行的處理 是一種虐待 這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還有這個動保處來開罰 有沒有說到說 這些狗 我們在飼養 要和那個 繁殖業者 申請那個 繁殖業者登記證 有 有解說到這個問題嗎 就是說我們要養這個 養這個動物 需要去申請繁殖業者登記證 有沒有提出說明 飼養動物是 主要是要就是說 有辦登記 要辦登記 然後要打狂犬病 然後要做捷育手術 如果說不做捷育手術的話 要去申請就是說 或者說一些理由 或者說這個申請說免捷育 那當然我們院方就是疏忽了 就是我們並沒有要繁殖 所以說只是說飼養的這個狗狗 我們沒有辦法做捷育手術 是這方面是有疏失 但是不是外傳的這種說是 一直給人抽血 抽到貧血啊 什麼虐待動物啊 這個與事實是完全是不符的啦 這個都是因為我白天的一些員工 要離職的一些員工 故意把這些事情弄出來 然後來 比如說 讓這個醫院的民生 故意讓我們這個名譽受損 這個是他們是有心的作為啦 有心的作為 還有有一個雜誌社 就直接導入到 一個LINE的群組 他是說明就是說 張院長好像是不會 為了這個事件還一直在在推說責任 然後打算說把這些在外 就是傳這些不正當的訊息 然後這些人也給他file掉 有這個事實嗎 確實有這個事實 但是因為就是說這個也是很必然的現象 大家想想看 如果有人在你的醫院 製造不實的這個訊息 然後給外面媒體 或是甚至各局處去做惡意的檢舉 那試問大家怎麼可能不開除這些人呢 這個是誰都不能容許的 這個惡意檢舉我的這些人 不只照動保處來 也消防局 建管處 環保局 什麼 只要台北市有的局處 都來檢舉了我一遍 所以您說他這個是 真的是為了事情去處理 還是說為了怨恨去 這個積怨去檢舉 這很明顯 很明顯 因為我們醫院不可能說 什麼事情都有問題 這個都是他們製造出來的 他們只要是 要檢舉你 他隨時1999啊 什麼媒體啊 新聞啊 反正他檢舉人 他不用花本錢嘛 所以他就是 惡搞我們就對了 惡搞我們 這次檢舉 只有去年那個12月那一次嗎 不只 不只 後面還很多次 很多次 那這些 院內的是 檢舉的人 也知道哪一位嗎 是 助理還是 醫師 這個檢舉我們的人 我們是沒有直接證據啦 但是就是說 原則上 應該是 我 聘用的醫師和助理裡面 都有參與啦 就是飼養血犬的人 白天幫這個血犬抽血的人 這些人 他們都有參與啦 因為我白天 我白天就是說 人沒有上班 我都是上夜間 所以我的白天的管理 就出了問題 那當然啦 這些人 也是就是說 因為大家內部的員工不合 所以才搞那麼大 那當然我本身就是說 在員工的協調上 溝通上 管理上 算是有很大的責任 但是就是說 是說這個什麼 虐待動物啊 這個絕對是 都是胡說八道啦 絕對都是 就是 陷害的規則 其實依照我們 同業齁 我本身也是 職業縮醫師 還有開業縮醫師 我們做這一行的 其實醫師的 內涵 那是活心鬼鎖 主要目的也是要 救活小生命 張院長在這一邊 因為 坦白講 我們今天第一次來 我們也看到 裡面的一些配備 很完全 還有他的 血經理也算 蠻精良的 是台大畢業的 所以原則性說 養這個血果 也是要救一些小生命 主要目的嘛 還有你說 那個抽血不能到的話 坦白講 這個 這個判定 也不是說 撿幾人 可以去說 這個是就是 好像 無良心啊什麼 如果是這樣的話 像有一些 疫苗廠啊 他為了租兔化疫苗 要抽 那麼多的 兔子的鮮血 這樣不能到嗎 因為其實 任何事情 依照我們的一些 規定辦法 我們去做 有可能是我們的 有一些 意願 他的一些疏忽 或是 遺忘 就是說 沒有把自己保護好 有可能說 我今天要用 做血果 這個部分 可能 有相關的一些配套 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 申請 繁殖 業者 證照我們 去申請 那一切 作業就是 以合理化的一些 一些流程去操作 這樣的話 可能是不會 在 有一些 後端的一些 嚴重性的 產生 但是 坦白講 現在 我 我 本身 在這一行的 一些 一些經驗 就是說 醫院 的一些人員 其實 現在 人心的醫師 和以前 比較老一輩的醫師 是完全 不一樣的 謝謝 因為就是說 隨著 我們這個 時代的進步 世代就是 有些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這個想法 那 以前我們在 給人家上班的時候 一天上班 十二三四個小時 很正常 那一個禮拜 一個月可能修個 五六天也是正常 但是 現在的話 就是說 勞基法 什麼的 那 一個禮拜 可能 一天可能上班 八九個小時 然後又不能上太多天 還有什麼特修 立修一堆的 那但是我們 醫 受醫也相當是 醫療也算是 服務業 那 有時候生病的病人 那 也不是說你休假 就鐵門一關 就不管了 所以說 人力方面 上面就很吃緊了 那 所以說 但是我們現在 就是說大家講 這個權益的時代啊 那我們現在 年輕人的話 你不能讓他 有權益受損嘛 所以說我們現在 受醫的經營也很困難 那 為了彌補這個 這個空缺的話 變成說 我們要請大量的人 但是我們人一多的時候 就變成說管理上 因為我們 我只是也是個受醫師 我也不是什麼管理的專才啦 所以說 在人員上管理的話 就 很容易出了問題 因為人多的話 可能就 總是會 有一些制度上的問題啊 管理上問題啊 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就是說 變成說 會有一些這些問題存在 比較會說 產一些人的問題存在 然後另外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現在新一代的人 比較好的方面 就是說 他們 都比較有一些 見解主張 可能有一些 比較 比較進步的一些 做法 但是問題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就是說 缺乏 缺乏協調性啊 因為變成說 大家都是 看到一個方向 就覺得應該這樣 看到那個 就應該覺得 那個應該那樣 變成說大家一個團隊的一個 這個 溝通和和諧 就和諧性比較差啦 那醫學方面的 倫理可能也 比較差 因為他可能現在很多就是 自己查paper啊 還是看看網路啊 所以他可能就 比較不尊重一些 學長啊 老師啊 變成說 有時候 溝通 就變成說 比較 不完備的狀況下 就很多有一些 誤會 誤解 產生啊 像 以前的話 是 我們 老師的話 就是看這個學生 好不好 如果不及格 還是怎麼樣 可能會二一三二嘛 對不對 那現在反過來 現在是 可能是學生 要評價老師好不好 那老師好不好 下一個月 下明年可能不去聘他啦 所以現在是 整個社會的 就是做法 風氣 都跟我們不一樣了 我們以前在人家那邊上班 老闆說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啊 對不對 那現在不是啊 現在就是 好像老闆不聽你的 那老闆不對 這個同事之間 糾紛的話 那老闆你要選邊站啊 你沒有開除他討厭的人 那變成是 你這個老闆有問題了 變成這樣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世代 可能就 跟我們以前的環境不一樣啦 可能我們也要試著 調整 這個做法 和一些管理上的 一些作為 謝謝 其實齁 剛才張院長講這個 都是 心內化啦 但是我有一個感觸也是一樣 因為 早期齁 我也是在大醫院出來了 出來之後 都是 以個人的工作為主 可能 美農師協助也沒有請任何人 但是這陣子我們學會裡面 又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新的開端就是說 有一個 教學醫院 24小時 24小時的 醫院 然後我們 接觸到 比較年輕輩的醫師 也是剛才 張院長所講的 理解的 因為現在的醫師 他坦白講 進行性 學習力非常強 但是他 就有一個 住址性 就是說 他 怎樣就是怎樣 你當老闆 就不能講 就不能和他 任何溝通 如果 老闆 要和他 院長要和他溝通 他反而心裡會想說 是一種衝突 幹涉 衝突 很嚴重性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也發現了 但是這個 其實我們 可能要當一個負責人 可能要另外一個改變 就是說 現在就是要容忍 容忍 而 聽從他 但是 小事 就是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沒事 盡量是這樣 因為坦白講 我們 做這行的 沒有人 醫師 一直換也不行 所以 嚴責性 年輕這一部分 我的感覺就是說 在 受醫倫理 這個部分 學校這部分 可能要再加強 就是說 在職場這一邊 你不能說 你 一個觀念 這樣這樣 和老闆 溝通不了 那就是 出去外面 就是給你點 點一些 就是 檢擠啊 然後報復的心理 這樣是非常 不可 不可的 一個 一個啟發啦 還有 就是說 在 這個行業 坦白講 如果今天 都 沒有人想要做的話 這些小生命呢 可能 要去 提救他 或是 沒有人 要去做了 這可能 也會影響到 整個 整個 受醫的層面啦 啊 其實 任何事情就是說 溝通 啊 還有 互相 互相理解 啊 不是說 你另外一面 就是這樣這樣 啊 我 我這一面就是 全部都是錯的 但是 事實 現在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不好搞 和 年輕人相容 相處在一起 唯一的話 是容忍 其實我們 我們現在台灣 就是比較一個 多元化的社會啊 但是 現在就是說 多元化的話 是變成說 我們這一代的 就是允許 年輕人去多元化 可是問題 年輕人好像 只能 就是說好像 以他自己 的意見為主 他可能沒有辦法 去容忍別人 跟他的不一樣 像 前幾天我們醫院 就碰到一個case啊 他那個就是 血小板很低 紅血球很低 就是急需輸血啊 但是因為我們 醫院受了這次的 風波之後 目前就是 沒有在做 輸血這樣的業務啦 所以說 也只能眼睜睜的 看到這隻狗狗 晚上一點來急診的話 也沒有血液可以救他 到了凌晨五點 後來就 休克了 急救不治死亡了 所以說 有時候 這個 我是覺得啦 我們在 某些環節 是要更謹慎 或者是說 更精進 但是 不是說 好像說 把這一些 該做的一些 醫療的行為 就完全給人家 禁止掉 因為這樣子的話 事實上 也是 反而是 損傷了很多 需要 急救 疾治的 一些小動物的 一個 這個機會 由這次的 發生 張院長 你有沒有想說 你剛才講 就是說 已經停止那個 血果部分嘛 有沒有說 要恢復 那 因為 醫院自己本身 在台北市 這個 有限的空間飼養 也是不 不容易 有時候 大家可能 希望 這個 狗狗可能 比較好的一些環境 什麼的 基本上 是盡量幫他們做 比較好 但是問題是 可能 有可能 還是很難達到 就是說 大家的 比較高標準的期望的話 雖然是沒有違法啦 所以我們醫院就是 目前就是 不再 飼養血犬了 但是 之後 書籤的業務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 這個 找這個 民間的 一些 人士啊 很希望 他們能夠 提供一些 捐血的服務 然後我們再 儲存起來 然後再 看是不是 再供給這些 需要的 救命的 這個 小狗狗 那 可能是 要過一陣子 規劃以後 再 重新的 給大家一個 服務 我們這次在 Google 也搜尋到 一個那個地圖 真的 它 竟然 掛上 五兩 國泰動物園 就是在 影片上面 有寫 其實這個 後來 下掛了 這是 二搞的啦 因為我們 也 也在網路搜尋 蠻多的 有關 張宴展這邊的 他的一些 意願的一些 網站啊 他的配備啊 是 蠻齊全的啦 還有 我們 現在 螢幕上 就是 他意願的一些 配備 這個網站可能 比較久 久了吧 也沒有再更新嘛 對對 然後我們 也在那個 網路主人 那個 面向的 就是 有關 PTT 那 實驗坊 有關 對 對國泰的一些 評價也算蠻高的啦 也不是說 一堆人 一直 一直講他 真的 沒良心啊 沒有這個回事啊 我們 我們現在來看那個 他 BBS裡面的 喔 雖然是 文字比較 比較 比較 縮小 可能看不見 但是 內容大部分都是 對國泰的評價 非常高的 也不是大家所想說 他 他 一直 一直好像 被 被批的那一些員工 講的那麼 惡意啊 這個都是 可以上網去 去 download下來 就是 可以利用 這個 這個網址 可以進入看 好 好 那個 這個 現在畫面就是說 他 原先 一些雜誌社報道說 他在他們的 賴群喔 就是 張院長 一直 還是 歸咬 那一些 擠報的一些 員工 打算就是 把他們 如果 繼續 再惡搞的話 就是會 把他們 壞掉 但是剛才 張院長也有講了啦 其實 我們 我們有一個感觸就是說 現在的媒體 要擠報 他也沒有查清楚 從頭到尾都沒有查清楚 他就是 抓這個 好像比較熱點的一些報導 但是 反過來 可能會 犧牲人家 對方 像 這陣子有一些 假新聞 什麼 竟然 一爆的話 連人都要去 自殺了 所以這個媒體 我是感覺 真的 好的不報 專門報壞的 好的 不寫實 然後一直報那個 殺人 放火的 或是 強姦的 對這個社會 可能 意義不大 所以 該 報的 其實他也 如果是走法律途徑的話 可能 對方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去告他 因為你 任何事情沒有事實 去 揭露 然後造成 一個醫院 二十多年的醫院 很大的審視 甚至 現在 連名字都改了 我們這次的報導 來現場報導 主要用意就是說 來了解說 其實 這些 這些問題 不是 大問題 而是 可能是內部的一些管理 還有一點就是說 員工和老闆的一些 一些誤解 這個都可以去理解的 但是不能說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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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問題 一直 一直 說 老闆這邊 或是 另一邊 他的見解 完全都是 是 好像 以排斥的 對立的 所以 我是覺得說 現在的年輕醫師 我們 坦白講 我們當老闆的 可能要容忍 要和他 有一些 良性的一些 一些 一些溝通 可能會把事情 會 更 更 嚴滿 在工作上面 接下來那個 張院長還有其他的 想要和那個 FB 各位同業分享的嗎 這是最後啦 是 然後你再結論一下 是 所以說 經過這次事件以後 我也是有 好好的在檢討 自己的一個 經營上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就是說 問題啦 因為比如說 我們就是說 權責 權責 沒有分好 權責不分 我們本 原來的狀況 權責不分 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說 我們這 我們這議院是 遭受這樣的一個問題 主要是因為就是 權責不分 還有獎賞不明 因為我們都是說 這個 溝通不良好 造成的 那因為我處理的狀況 我處理事情那邊說 這個 院內嘛 就是以和為貴啊 大事化小啊 小事化五啊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是 片面 我片面的 這個 想法 或是做法 可是 因為缺乏 比較深入的溝通 所以說 變成說 沒有辦法說 再說 把這些事情處理好 造成 一些小問題 變成一些 大的一些 怨恨 到最後就 不可收拾了 所以說 我今天就是說 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可能院內的一些 這個 人員啊 可能我們自己在 這個 良性的溝通 和互動上 要特別注意 那因為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 真的有時候 老闆我們是兼工友 兼壯中啦 說太累了 有時候 像我都 每天上夜班 你說白天再來 跟他們 這個 吃吃飯聊聊天 真的是 體力上可能就是 也是 不好了 不夠了 所以說造成這樣的一個 這個 慢慢就跟 這個 自己的員工 可能就 工作上一些 疏遠啦 所以 造成這些 狀況 主要是我自己 本人是應該檢討啦 那這個 提供大家 這個 分享一下 謝謝 我們就 謝謝 今天 張院長的一些 心內事啊 我們做一些 比較簡短的 怕哪兩啊 任何事情就是說 總規劑 老闆 就是 容忍啊 然後 就 剛才張院長講了 就 盡量找時間 和員工的一些 一些 一些 互動 然後 知道 員工 有一些 想需要什麼的 我們就盡量給他 把 大事情 化為 小事情 小事情化為 就沒事情 這個 簡單而已啊 然後 我們 謝謝大家 然後 在那麼 早的時候 在FB 觀看我們的 一些直播 這是我們 學會 定期的一個 人物裝潢 謝謝大家 再見 拜拜 拜拜